也许各位可以从郭台铭的事业版图 他不是独资 他的最大的partner是外资 所以他一旦有意角逐2020总统大选 我相信外资第一时间是要被知会的 那据说外资圈他们最近正在完成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什么 报告就是评估一个没有郭台铭的鸿海 这样的集团相关的企业 他的走向究竟会如何 那谢宏特别提到的是川普 川普带给他的经验 其实在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郭台铭参选台湾的总统一直没有断过 只不过在最近的半年 当大家在被提到时 据说郭台铭他受了在去年的11月24号 高雄市长的韩国瑜狂胜了陈其迈15万票 他的大赢起心动念 带给他相当大的激励作用 郭台铭看到了一个主轴打着经济 货出去人进来让台湾发大钱 让人民有钱 竟然可以撼动在一个民进党顶口口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政治大版图 你要打经济 我比韩国瑜厉害 我觉得做的比他来得好 据说起心动念 来自于韩国瑜竟然可以狂扫了高雄89万票 赢了陈其迈15万票 所以一方面他要知会外资 二方面跟川普之间取得一些默契 所以下个月即将前往美国会见美国总统川普 二方面你觉得他不会知会中国吗 为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段非常关键性的谈话 姚老师帮我们进行解析 我印象当中 韩国瑜对一国两制 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态 这里头的模糊的空间 在这个进入总统大选之后 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郭台铭呢 郭台铭对一国两制 他支持吗 我们搜遍了 今天制作团队搜遍了所有资料 也骗询不着他对一国两制 有明显的一个表态 可是倒是发现在2012总统大选当中 那他跟王雪红曾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他挺的是九二共识 当时九二共识 国民党还喊出有一中各表 现在没得表啦 现在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啊 来听听看 身为这是我们知道郭台铭 今年68岁中国海事专科学校 那包括就是今天的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毕业 鸿海精密的董事长 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总裁 包括了永林文教慈善基机会的创办人 2008在当时接候联合报的独家专访时 曾经提到九二共识是海事三盟 也曾经在一月总统大选的关键性前夕 再次宣布停九二共识 停马英九 来听听看 今年的过年呢 因为选举的关系很多人要回来 又要休假又要选举 我说干脆啦 一次放两个礼拜 大家回来 我们13号包了六架飞机回来 你这次公开听马英九是不是 我应该这样讲 而且你被指名点名说 你大的直升机站在马英九旁边有钱人 我觉得人家就在讲你嘛 就是你害了马英九 更重要的是人家说你是国台办将你站出来的 国台办 国台办叫你回来 这个我想大概除了陈文献 这世界上没有人叫得动我 第一个我在台湾也是这样 我不做政府的生意 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 海峡两岸的经济的稳定 海峡两岸的人民如果合起来 我觉得这是你们 我们共同的一个威力的希望 这是我来这里 想要表达我个人的看法 两岸的和平稳定对我们来讲 可以发展商贸关系 今天你是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 就是骆驼般 跑一个地方把头藏起来 看不到这个 看不到这个现象 好 好多的问题请教姚老师 其实不是独资 当然部分跟外资 是主要它的主要的合伙人 事业版图 我们看得出来 他事实上是势必攻心 几乎全靠他一个人 成败 戏于郭台铭 但是呢 如果这个当选的 不管是总统跟副总统 他的事业还能够做下去吗 来 杨老师怎么看这样的态势 我想所有人都认为 很完整的布局 他应该也不会就这样子杀手而去 这个对于企业的员工 这个对于所有他企业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同仁们都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刚开始为什么一开始就说 去据我的了解 企业界界里面其实传言很多 他为什么在内部先做叙叙多多的评估 甚至于在去年选完之后 他就在内部有这样子的讨论 事实上他应该就 其实也提出 这个是他一贯作为的方法 在我年轻的时候所认得的他 他总是对未来即将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定要做完整的规划 这就是我刚才特别强调 他如果企业的交棒 或者企业的转型 没有经过很神秘的讨论 更认为可行 我认为他根本不可能讨论 今天他脸书上讨论这一段 他讲的这个脸书 他完全只字不提企业 他脸书上只字不提 他这些公司未来的运作 他完全提到国家 提到政治 未来该怎么做 国家应该给人民什么样的目标 给人民什么样的希望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这一部分我们倒不必解而忧天 我们也不必替他担心 是不是企业会垮了 你抛弃企业 我想这一点不至于 虽然我们的法律规定很清楚 他必须要跟企业作为 切割的非常清楚 我们作为总统的人 不但要公布财产 甚至要信托财产 这是明文规范的 川普是选择用信托的方式 用信托的方法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 他必须要跟他的企业作 一定的切割 专心在政务上来讲 这一点我觉得 虽然我们不知道细节 可是我认为他如果这方面 没有做好准备 他选举当然根本不可能进行 他参选的这一个可能性 也就不存在 所以我认为他既然脸书上 已经表达了他所思考的 纯然是政治上的效应 也就是他究竟出来选 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比别人更好在哪里 可以为国家达成什么目标 他既然都已经思考到 这个田地 我相信其实距离 他真的要思考的 他就简单地讲 他要知道为何而战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如果想通了这一点 我想他参选 根本就没有任何阻碍了 是 好 这究竟跟韩国瑜处在 什么样的关系 是替韩国瑜解套吗 不过很显然 被这个韩流 韩米 韩粉 被国民党内很多公职人员 认为是国民党新贡主 的韩国瑜 郭台铭是不以为然的 拼经济 他说不能只靠卖水果 对不对 你的二十字真言里头 国防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然后市场靠中国 然后努力要靠自己 这很显然 他认为经济和平的八字真言里头 也狠狠修理了韩国瑜 是这样子吗